今天是TPAS啟用的第一个上班日 我特别到机捷的位置发展 来看一下使用的状况 呼吁我们所有的通勤的朋友 不管是上学或是上班 尽量使用我们的机捷 在一二零零月票启用以后 我们预见公共试书的运量会大幅增加 原来以前可能因为票价的关系 搭乘通勤的朋友比较少 但是现在一二零零零已经没有这个呼吁 我们机捷基本上不会塞车 所以呼吁我们所有同学的朋友 如果可以用得到机捷的话 尽量用机捷来作为他们的通勤工具